比赛还没开始 卢塞尔体育场就已经被球迷们的热情点燃了 我还是大家熟悉的王涛 坐在我旁边的呢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松 接下来是本次世界杯小组赛的接木战 即将出场的两支球队分别是阿根廷队和墨西哥队 世界杯的小组赛比赛 开始之前的这段等待 总会让人觉得特别漫长 但是我相信等比赛开始之后 时间就会过得飞快了 预判了对手的球路成功拦截 这个射门还是有些勉强的 没能威胁到球门 这种球队他来说不在话下 一起关注一下阿根廷队的首发名探 文章位置上选择了艾米利亚诺 马丁内斯 阿塔门迪 搭档罗维罗组成后防线 梅西和对马利亚坐镇中场 打门的机会 握不了他的食指观 这个球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防守方没有给机会 阿里德斯 这球传得好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效果不太理想 宿命员毫无压力地将球轻松没收掉 本来这是一个破门的好机会 这种距离上 这球会进吗 漂亮的扑球 门将又将这个球扑住了 每当梅西站在比赛场上 他就是全场的焦点 他就是那种能够以一己之力决定比赛的球员 队友总是会信任地把球交给他 让他来 老塔罗马丁内斯 怎么打门能打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距离门将太进法又有些犹豫了 可能吧 一次成功的抢断 到宝罗 然后他罗马丁内斯 有机会领先 球进了 这样的机会他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而接球的梅西突破了对方的层层封锁 把球送到了目的地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这球打了一个过顶 这个强断非常精彩 他在对抗中完胜了对方前方 两枚机 机会非常好 球进了 球又进了 正当我们还在回味上一个进球的时候 他们已经领先两个球了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最后是打门定下四两拨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那回莫里纳 没有急于处理啊 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 眼里只有球门了 门家这次扑得漂亮啊 球开到了禁区中间 身边有方式队员在干扰 这个投球质量不高 这个球我觉得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啊 没错 莫里纳 罗德里格 德宝罗 罗德里格 德宝罗 拿球的是梅西 绝佳的机会啊 精彩的门前就显 角度那么小的情况下 这射门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看他这角射门质量显然不是 艾雷拉 莫萨诺 彭良啊 真是门将的好朋友啊 后卫成功的将危机解除了 这个球太可惜 在对方门将都已经放弃抵抗的时候 皮球却击中了门框 最终也只能无攻而返 在进去边缘阻挡了一次射门 这个传球有点随意啊 直接传到了对手脚下 罗德里格 德宝罗 吉米内斯 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拉尔吉米内斯 漂亮的穿越球 这是一个单刀球 门将还是扑到了一下 这球还是进了 只能说门将尽力了 尽管有人会说 只要丢球了门将都有责任 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 门将真的做得足够好了 他的铺就很精彩 只能叹息运气不好啊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美西 美西 通过大范围转移寻找薄罗地带 德宝罗 莫里纳 他们在技术方面的优势 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对方根本碰不到球啊 抢不到 没想到这次耐心的组织 把球组织到了对手脚下啊 阿赖昂德罗 戈麦斯 防守队员十分勇猛 化解了对方在禁区边缘的攻满 球权一主了 阿根廷的攻势推进到了进攻三区啊 裁判给了阿根廷队一个认一球 裁判员严厉地警告了他 接下来他得非常小心 不过换做其他裁判 他可能早就掏牌了 哎 基本上没有考验到文将 上半场的比赛时间啊就快要到了 阿根廷队目前是比分领先 苏东老师觉得他们上半场表现的怎么样 要说啊 双方的差距其实不大 但是就是在这胶着的场面中 他们获得了领先的优势 这足以让他们在走进更衣室的时候面带笑容 他持续代球推进 都没拿稳啊 球权交给了对手 再判试以边线球 再判试以边线球 那会儿莫里纳 台北洋一声照响 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 下半场比赛开始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场世界杯小组赛的揭幕战 视野非常开阔啊 一个过顶挑船把球调过了防线 非常关键的防守 基本上可以说是危险已经解除了 以一己之力冲向进区 迪玛利亚 这是一次前场断球 他们的高位比抢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啊 桑切斯 还在寻找防守空刀啊 梅西脚下频率非常快 防守队员被他甩开了 精彩的扑球 面对这样的门将对方 可是有点泄气了 梅西好机会 漂亮球尖了 阿根廷队两球领先了 好 清球的回发来了 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跑位包抄强点 看看这个球就知道了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艾雷拉 这球不多不少 刚好队友也拿不到 接外球 蒂玛利亚 戈麦斯 来看看阿根廷队这次边路快攻 进去那迅速散球结尾 对方前锋的前掌反甲非常凶猛 他其实可以把球交给附近的队友了 雷西 失去了球权 球传出了边线接外球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 伊尔文洛萨诺 老特罗马丁内斯 比奥梅西 他凭借贤熟的脚架技术持续朝前推进 到保罗 门将立功了 真是啊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他们今天的机会一波连一波完全没断过 这次上抢啊效果不太理想 好机会 门将把球控住了 对方不想让他拿得太轻松 雷西 一次绝佳机会 漂亮 他们领先三个球了 今天状态也太好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整个由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比赛继续进行 而阿根廷队现在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这个球啊看起来有机会 顶得漂亮铺的精彩啊 公主装帮都拿出了高水平的表现 阿根廷队的脚球机会 结尾失误啊 球还在危险地带 这是一脚超远距离的打门 一般来说这种射门没什么机会啊 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这个球直接传给了对手 这事业很好传得不错 这次传中啊没有到位 在半路就被截胡了 漂亮的产球 对方获得了一次脚球机会 脚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这门是打出来了啊 但是这个效果肯定不是他想要的 凌空本来难度就大 没打好的情况 哎呀不算罕见吧 没错 拿回莫里纳 拿球的是梅西 这脚穿越球不错啊 守门员这球铺的绝了 守门员这球铺的绝了 莫里纳 几米内斯 进区内有队友包抄 看看这次横传 危机解除了 德保罗 阿根廷队的球被对手抢走了 天使迪玛利亚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他们成功地断下了皮球 抢回球权 还有五分钟啊 比赛就将进入商厅补食 黄线的危机被化解了 天使迪玛利亚 马克萨库尼亚 安哈尔迪玛利亚 这球最终被门降扑到了 这样的扑球看多都不腻啊 他们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 球直奔进区去了 有没有机会呢 这种在后场的丢球很危险啊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上停补是两分钟 洛萨诺 没进 门将这次立功了 化解了危机 全场比赛结束 全场比赛结束